欢迎收看今天的事说新闻 我是主持人朱明子 据悉近日在南加的National City市 光天化日之下 轻易就能见到打扮清凉 甚至只穿着钉字裤的战阶女 他们穿梭在车流中招揽客人 警察也无可奈何 现实中战阶女现象真的如此猖狂吗 为何在卖淫不合法的南加 警察即使看到也难以干涉 本期事说新闻 我们带您暗访南加红灯区 了解战阶女增加现象背后的复杂成因 事说新闻团队在一番调查后 选择来到战阶女出现频次较高的罗斯福大道 当日是工作日且正值白天 但行驶在街上 还是能看到好几个战阶女的身影 她们多身着暴露 将性感身材展现得一览无余 其中一位飞翼战阶女 身穿明亮的橘色景深裙 正在使用手机与人交谈 另一位貌似蜥蜴的战阶女 身着超短裙和性感网状丝袜 在街道上游荡张望 还有两位身材高挑的战阶女 也看似在四处寻觅客户 为了深入了解战阶现象 事说新闻团队男记者试图乔装成寻方客 想向飞翼战阶女问价 可能是因为演技不够精湛 在和战阶女问好后 得到的回应只有该战阶女的一顿谩骂 因为担心战阶女背后涉及黑帮在监控 事说新闻团队只能关上车窗迅速离开 罗斯福大道上的一家中餐厅老板娘表示 该区域的战阶女确实在逐渐增加 不过根据她所见所闻 多以非裔和西裔居多 并未看到什么亚裔或华裔女性战阶 战阶女现象究竟有多频繁呢 就连市长都曾有过被搭讪的经历 National City市长莫里森说 有一次自己在开车时 有一位年轻女士站在街中央 只穿着钉字裤 她就站在她的车子面前 导致她的车子无法移动 莫里森问对方 你能从街上离开吗 对方说 如果你不想和我说话 你可以走开 莫里森说 光天化日之下 只穿着钉字裤的女性 在车流中弯腰懒克已成为日常 战阶女们通常聚集在面向高速公路的市中心地区 最常出现的时间在每天的清晨和下午三点左右 除了圣地亚哥之外 洛杉矶市中心东南部的飞格罗亚街也是重灾区 事说新闻团队曾亲身探访 发现战阶女们多身着暴露 比如比基尼泳衣 紧身短裙和丝袜 并会主动向过往车辆 询问是否需要服务 根据洛杉矶警察局 在该地区工作的消息人士说法 战阶女会以低至40元的价格提供部分性服务 许多人一次以160元或更少的价格进行性交易 战阶女在光天坏之下揽客 主要是由于加州批准的SB357号法案 该下法案由旧金山民主党参议员维纳提议 他认为此前生效的反游荡法执法标准不明确 导致警察和检察官对变性人 非裔和系妇女进行主观译断 有种族歧视的风险 因此在去年起草人人更安全街道法案 又称SB357号法案 让从事卖淫为目的的游荡除罪化 加州州长纽森在去年7月签署了该项法案 在新法生效后 警察不能再阻止妇女进行性交易 唯独能扣留未成年者 将他们转介给儿童和家庭服务部 不过有消息人士称 这些人就算被抓 通常几天后又会回到街上 加州新法间接促使越来越多的战监女涌上街头 并招揽客人 引发了诸多争议 该新法究竟是在保护女性 还是在影响社会正常秩序 您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以上就是本期事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